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哥哥 你的眼睛是有度数的吗 我的眼睛没有度数 我的眼睛只是为了 因为那是遮蓝光的 可能会平时看屏幕 或者是对一些电子产品会保护眼睛 让眼睛舒服一些 对于我们喊你老李有什么看法 我没什么意见 但是我经纪人不太多意 他说你得年轻起来 你得朝气蓬勃 你得断 但是大家如果能把我往年轻充满朝气的方向去喊我更高兴 小李呗 小李 你们开心就好 微博有小号 微博有小号 这事我怎么能告诉你 你平时会搜自己 会 我不用大号搜 明目张胆的搜 其实会关注一下大家留言也好 看法也好 或者是说他们对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可能不一定会听 不一定会听 大家去看一看 提醒自己 看恐怖片和去玻璃栈道 你会喜欢哪一个 嗯 玻璃栈道吧 恐怖片更害怕了 恐怖片还好了 只要不开声我就觉得就还行 你会常常幻想 我小时候其实特别怕黑 特别怕鬼 因为小时候住那房子 我们楼上是有个铁门关着的 然后那个门口有两个特别大的毯子 特别大 然后我之前看恐怖片就是鬼从那毯子出来 每次我开门开我家门的时候 后面就是两个大坛子 我特别害怕 对 不看回首 用三个词来喜欢自己 三个词 成熟 稳重 帅 对不起 天气越来越两块 会穿秋裤吗 秋裤 哎 穿吧 那你今天穿的好两块 今儿还行 得抗争一下 能拍照我的打鞋盖吗 就是怎么哭 你当一般到啥钱才能把那个秋裤穿上 啥钱吧 就什么时候 就是觉得冷的时候就把秋裤穿上完 保护好自己 小时候听过最大的谎言还是 小时候听过最大的谎言就是 你长得不好看 笑什么 笑着那样 如果可以选择一种超能力你想拥有什么 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我了 确实没敢做这方面的想象 梦想成真吧 所以梦想是 梦想是 祖国越来越好 不爱中国 收到过其他的礼物是 小的时候经常送我的存钱罐 一过身就存钱罐滑一路 我有那么多零钱吗 都是整钱 但是谢谢送我的存钱罐的朋友 我现在长大了 你们可以送我一点能放进存钱罐里的东西 谢谢大家 对于拍别人的照片 因为不拍强 你说什么 因为我挺喜欢在组里拍别人 然后我们可能大家 尤其玩得特别开心的时候 可能就会拿手机 然后给你帮忙拍两张 就是觉得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就能拍出合适好看的照片 最近的快乐圆圈是 最近的快乐圆圈是 我的花板 这块板呢 还是有一些故事 早上把板 往组里寄了 结果下午就把脚弄上了 一直没碰上 然后这次回北京以后终于碰着他 还挺开心的 他会有一些板友 不敢讲 我身边的朋友玩板 都太厉害了 不敢玩技巧了 因为怕受伤 给大家唱好歌 这一小段就好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爱可不可以 简简单单没有伤害 你靠着我的肩膀 你在我胸够睡着 像这样的生活 我爱你 你爱我 简单爱嘛 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充满爱的男人 好吗 哎哟